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這個節目 《甜心美女》 這個節目其實是一個新節目 我想介紹一下一些特色的甜品 或者是飲品 介紹一下一些很有情調,很浪漫 一些很特別的地方 帶給大家一些歡樂 因為我聽到最近有些特別飲品 挺好喝的 所以我特意進來這個地方 這個樓上咖啡 我介紹一下我身邊這位老闆 Alex 這是我身邊的老闆 另外我想介紹一下我今天帶來的兩位美女 Sui和Kaga 是呀,Alex 聽說最近有些特色飲品 挺好喝的 究竟那些是什麼 是呀 其實今天介紹的兩杯 不是,即介紹的那一款飲品 就是三星座的飲品 特別之處是它 我特意在台灣帶回來的 它是用一些不同的花物 和生果的味道調配 好像格格這杯 是叫做獅子座 其實每一杯飲品 都有一些不同的花… 花… 花瓣 或者是… 譬如是分衣草的 有些分衣草 有些桂花的 有些桂花的 花瓣 或者格格你試試一杯飲品 好不好喝 哇,未試已經看到 很多花瓣 很漂亮 如果那些男生不想送花 請我喝一杯 這麼多東西都可以的 甜甜的,酸酸的 夏天喝也挺好喝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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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Sui了 Sui那杯 或者Sui試試吧 兩杯很像樣 其實不一樣的 像樣,但是它是不同的 有什麼不同 那… 那… 說一下Sui 味道不同 或者生果的顏色是差不多 我覺得有些特別是 甜中帶點酸 但是酸的來說 酸度是可以接受的 嗯… 不如讓我猜一下是什麼 好嗎? 好 一定有蜜糖 因為很甜 但是又有些… 菠蘿味 嗯… 沒錯 很小 那… 那格格那杯呢? 格格那杯是… 玫瑰花 加水蜜桶 對,這樣就會甜一點 應該都很fresh 每個女生都喜歡甜的 對 我們都很sweet 哈哈 哈哈 OK 那… 嗯… 剛才聽格格說呢 她好像說 男生送花給你… 不是,請你喝杯飲料 送花給你 對嗎? 嗯… 那你有沒有試過送花給女生? 當然有 嗯… 你很苦啊 哈哈 哈哈 有味了嗎? 說回你的感受來聽聽 真的很簡單 例如一杯飲料 三四十元 送花給你 送過去也四五百元 走不掉 哈哈 但是薄紅顏一笑 四五百元都 千金藍牙一笑 那是… 哈哈哈哈 但是… 很多女生都會這樣說的 譬如是… 哎呀 送花給她 不要浪費了些有什麼錢 不要送啦 但是… 如果你不送 就糟糕了 那你有沒有試過送呢? 當然我啦 哈哈 哈哈 我當女生覺得 你應該試一次 是 看一下反應是怎樣的 不是每個女生都這麼想收花的 那…但是反過來 如果是… 情人節 又或者是聖誕節 你們… 可能身邊的同事 又或者是身邊的朋友 都有發售 嗯… 你們知道有沒有發售 那你們… 那沒有面子嘛 爸爸 我又不認了 你知道我們獅子座最要面子 我又不認了 那要看看同一個… 同另一半的Stage是什麼 那如果你說都Stable的 我真的不覺得需要花這些錢 那… 但是第一年就未必會是覺得Stable 你第一年都不顯示一下你的誠意出來 那你這麼說 三年都不一定Stable 看看兩個人怎麼想的 我覺得 嗯哼 都可以的 那你有沒有試過? 你夠不夠膽試? 哈哈 她說了不夠膽 那你呢? 哈哈 我都不夠膽試了 我對著你我可能會的 哈哈 我送給你什麼 哈哈 哈哈 那你要跟Alex說多些花瓣 那Alex教我 沒有問題 嗯… 選… 可能是… 男朋友那方面 你們… 有什麼… 要求 什麼要求 對 他們喜歡什麼類型 或者格格 對,格格 我真的很有興趣 真的很想知道 你對格格很有興趣 哈哈哈 你對詩之座的女生有興趣 哈哈哈 我喜歡一些 成熟一點 還有… 感覺比較斯文一點 我不喜歡一些男生太粗魯 或者… 我會覺得很失禮 會… 嗯… 那就是書卷味很重的人 嗯… 都可以這麼說 但又不要太紋約書身 哈哈 就是戴著副眼鏡去打籃頭那些 哈哈 哈哈 然後又弄碎了副眼鏡 哈哈 哈哈 這個是理想政府他這樣做 哈哈 哈哈 哦… 就是… 嗯… 那些… Bosco一點 哦… 原來那些… 可以這麼說 全部都是男神 哈哈 哈哈 又或者… 那些… 那些裡面的男生 又… 不要太紋約書身 但是又… 其實我嘔罪周杰倫 哈哈 哦… 但是他也很… 書卷很重啊 但是他最近有很多肌肉嘛 就是要專業肌肉型的書卷 你要斯文得來 你有肌肉的 有肌肉的斯文 嘩… 這個很大 所有男人都是的啦 一樣的 又是說要漂亮的 身體又要好的 然後又說 我不要太瘦的 但是又… 又不要太肥的 對啦 對吧 哈哈 哈哈 但其實最重要都是感覺的 而已 那我覺得更相處之道 都會有感覺 嗯… 感覺會是一開始那種 殺那的 starting 但是… 你感覺不可以 keep long turn long last 的嘛 那我覺得… 到最終都是看看 兩個人的相處之道 嗯… 嗯… 這些真的要… 兩個人要夾 哈哈 哈哈 那Alice呢? Alice 你女朋友又怎樣啊? 哈哈 那我問你先啦 哈哈 就八卦了 轉換我一個天這樣說 好不好? 女生八卦一點的 這個我… 到我很有興趣 哈哈 我也很有興趣啊 這個 到我很有興趣啊 那女朋友啊 嗯… 其實去到… 去到這個階段 即是… 都不是十八二十二了 那… 都是選擇老婆的了 那… 我選女生的要求是… 是… 不要扭扭靈靈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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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順我 是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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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說很靚 是的 但是要順眼 合眼圓 但是這樣啊 你剛剛說了 就說要順你 嗯 不如說一下 男人為何一個女人順進去呢? 呃… 呃… 信任我想應該是… 很多種不同的層次的 嗯 就是你說 就是… 呃… 信不信我去… 那些叫什麼? 撒散運 是的 那些呢 那這個真的相處得久才知道的 不是一招是自己的事 這個是真的要互相建立的 嗯 但是你說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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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要… 因為我自己 呃… 呃…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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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勤力 呃… 我自己認可 是的 然後… 都… 挺可憐的 那… 那… 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 因為呢 其實呢 很多男士都希望身邊女士要信任她 但是其實女士信不信男士 其實很簡單 就是憑平時的相處的細節 她不用每天陪著她 但是她要你無視乎刻心有她 但是男士又如何做到這一點 我想很多男士都不會明白這一點 我對她相信 嗯 在座兩位男士會不會多達這個問題 你們會不會平時怎樣做 去令到女生安心 其實可能是一些很簡單 很優惠 可能你起床打電話給她 告訴她 啊 起床啊 你今天吃了什麼早餐啊 或者封了 我下班了 然後會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可能很簡單 那個電話 不需要你有人陪著她 陪著她 但是可能 有些男士會覺得 這些每天一兩個電話 我會覺得很煩啊 我每天打電話給你 打電話給你 問你吃飯做餐飾 這樣去沒有 好煩好悶 很多男士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就覺得 好像工作一樣 有些routine 已經是routine daily 要我record給你 但是女士覺得 這是一個很sweet sweet 很warm的一個文憑 我覺得是的 其實是去到哪個階段 但是我覺得其實 哪個階段都需要這樣維繫 其實曾經有一個研究 外國有一個原則說過 你每天睡醒 輕輕 kiss一下 你前面的顏頭 你們的感情 是會大大增進到很多的 總共 再直接說 好過你去make love 或者更深入的人 這個是很簡單的 一個輕輕的 kiss 就是可以 傳承到你們的message出來 我想女生是著重 那個內心的感受 感受 起身沒有 吃什麼早餐 你看看頭痛 你會不會平時不做的 有在你學習 有在你學習 繼續學習 是有的 我一向都會保持 甚至是 反過來我叫我女朋友 都會的 因為大家工作公務 我工作公務很重要 反過來她 她都會 到最初就 不是很理想的 就是 都叫做什麼 沒有指定式 吃飯去找 不懂得 就是interactive去互動 但是她是要求我的 那好 大家兩個人 一起得來的時候 我合得到 那 有個關係 剛才你們所說的 那個外國的調查 這個真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她每次都叫我 試一試她 剛才真的好 不吃了 不吃了 你叫她吃得OK 那我就吃了 她也不吃了 不吃了 不吃了 那你現在知道為什麼 那我現在知道 也很開心的 你跟我做了一件事 你是很開心的 我看到你很開心 看見她吃得那麼久 不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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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呢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 就是 看什麼情況 或者很指令式去 去報道 我自己本身就沒有什麼習慣 對 但是你說 有什麼特別的事 我都會 知會一聲 對 譬如說 譬如說 我去哪裡 我都會 遲些回來 都會通知一聲 因為始終她都會擔心你 不知道你會不會 真的走去一步 對 我覺得女生很厲害 然後她打電話 是問你 在哪裡 但我有個問題 因為我曾經有些朋友 就會覺得 我是男生 喜歡去哪裡 去哪裡 去哪裡 我每次都會 跟女朋友報道 會很無妙 但是你們會不會 有這種感覺 其實你們是男性 尊重 我覺得是一個關心的 我覺得是一個互相尊重 你不用被對方擔心你的表現 以我女生的立場來說 嘗試反過來 我們自己去了玩 然後不報道 嘗試反過來 嘗試反過來 在家門口 不知等了多少個小時 對 打拿 一分追一個電話 這些男朋友 我真的飛去 那她關心我們 是嗎 我覺得關心有很多方法 這樣的關心已經是 過了 那她見你美女 那就緊張你了 你看到狂風浪蝶 我狂風浪蝶也有緊的 但沒有自信的男人 站不在我旁邊 男人要有自信才夠吸引力 如果我多幾個人追她 就那麼害怕 那麼疼的話 那證明她沒有自信 很自信的男士 又何來會吸引到女士呢 那就是 她不是不相信我們 她是變得不相信自己 你覺得對 男生怕女生出去偷吃的同事 女生都怕男生去偷吃 對 對 對 你可能反過來 我想我和你也有同一個特質 就是 我會覺得 我們 例如 都會去喝酒 都會去喝酒 那我的工作 都多女士 甚至 都會經常幫著打個女士 對 就是 我擔心你而已 我關心你而已 但是 很明確的一個目標就是 那女朋友是擔心我們出去偷吃 對 對 那剛才你也說得對 女生都 反過來你們出去玩 我相信你們的男朋友都會這樣做 那其實 男與女 大家都需要有自己的自信 才可以做到自己的 所以 對 所以 大家 我覺得 你找個男朋友的同事 當然 你又是這麼漂亮的外表 謝謝 對 都會 找一個這麼長的男朋友 就是 大家有那個 很想吸引的地方 對 你有男生追的同事 他也有女生追 大家 你也擔心一下他 他也擔心一下你 其實這個是情趣 我覺得會是 就是 日子內了就會建立到那個信任 然後就不會再有這個東西發生 這個就是最終你剛才所說的信你 對 其實也是 如果你沒有人追 就代表你這個 馬劇也沒有 也都證明了你沒有眼光 選擇我這麼沒有人要的女朋友 對 對 有些精緻性 還有一些會是 就是 一同了那個男人一起 我喜歡他 那我就 我不會再認識其他女生 其實這個我覺得 嗯 我覺得 正常的社交是會有的 不如留下我們 試一下食物之後 再繼續聊 我不會吃的 都餓了 好 好